尤其呢 要來跟大家說 神明聽 大家要注意 對 來 我讓大家看一下 一兩張照片 這個就是神明廳燒毀的樣子 神明都燒毀 黑媽媽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神桌的那個神龕 那通常大家去看喔 因為像這種神明廳燒起來案件 他是所謂在住宅火警裡面 發生火災的那個地點的第三個 第三高的一個地點 就是神明廳 所以呢 因為我們臺灣的那種傳統的 比如說民間的信仰 很多人都會在家裡面有這些神明聽 那消防員就統計說 通常這種神明廳發生火警 最長的頻率就是在年節的那段時間 比如說你過年期間要拜拜啊 或是那種農曆七月 要拜祭祖先啊 或者是清明節的時候 都很容易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火警 那為什麼會發生火警 大部分都是電線走火 這是第一類 因為神明廳的那個神明刊 上面都會放那個長明燈嘛 那兩邊燈會是不能關的 那長明嘛 對 那象徵就是前途光明嘛 長明燈 可是呢很多都是用了一二十年 那個電線都是老舊的 硬化 硬化了 對 要是國際有尿器尿管掉還是什麼 有時候遇到電線走火 他就很容易就會發生火災 所以你意思是說要拿一些東西給尿器尿管 要定期 要定期 要定期檢查這個電線是不是有壞掉 像像我們家也是 我是因為剛好我在有在廟裡面幫神明 所以呢有時候家裡面有一些狀況 神明會事先託夢給我 我也是有一年呢 就是夢到說奇怪 我怎麼夢到我們南投的家 又發生像921這麼大地震的一個夢境 那其實夢裡面有個很大的技巧 夢就是你夢到地震 這表示家裡面有很大的事情 要特別的小心 所以我就有去請示出來說 我們家的神明廳在什麼時間點 要小心火災 這個我介紹一下 尤其現在是讀政大宗教研究所 然後他本身呢 也一直在宮廟有當志工服務 對 對 天日有那個嗎 有該本 沒有啦 就是祖民夢 就是神明會很照顧 所以他剛剛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夢到大地震 那是神明要跟你說事情 對 就是說你夢到地震的地點很重要 比如說你夢到的地震是在家裡面 那表示說可能家裡面有一些狀況 跟家人之間或是家裡面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有信仰的人 你就可以去拜拜求保佑 或是請示出來到底要指示什麼 對 因為我這次夢到的地震的地點 剛好又在南投 不是在我現在住的住家 然後夢裡面發生了很大的地震 我還去把我們家人救出來 最妙的是我夢裡面地震完之後 我還趕快聯絡廖美然老師 因為他是拜觀音的 我聯絡廖美然老師說 老師你那邊地震還好嗎 你的預言真準這樣子 那後來我在解這個夢 因為我們家南投的神明廳 其實拜的就是觀音 所以廖美然老師在我夢裡面的象徵 其實他就是那個觀音 然後後來有問出來說 原來是在指示我們家南投的神明廳的電線 會走火要小心 所以因為這樣我就叫我叔叔把家裡面 誰這樣說 什麼東西 誰這樣說 說告訴你那個電線 可能我們不會請示神明 要注意什麼事情 對 然後來就是請我叔叔把南投 所有的電線都全部換新 那因為我上去看過 那真的是很舊的那種長明燈 你知道現在很多長明燈都是LED燈 那個可以動很久 而且也不會有什麼太多的熱源 可是以前的那種長明燈 那都是燈泡 燈泡 然後燈泡很容易燒掉 就還要常常換新的燈泡 然後那個電線真的用了一二十年 那種電線整個真的都是硬硬脆脆的 很細 紅色的都硬化 對 所以就整個換新 所以這個除了長明燈 很容易電線走火之外 有些人家裡面會習慣用蠟燭 對 其實用蠟燭很危險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拜拜 有些人拜拜的時候 他可能會點那種大口香 就是比較粗的香 大口香然後有時候下面那個香角燒掉 他可能倒掉之後 我們也有看過就是那個大口香倒掉 然後燒到後面的觀音彩的也有 對 所以那個消防員 他也有提醒大家就是說 你們家如果有在拜拜 你當然香去撿香 比如說用一柱清香 那你開那個通風的時候 也要注意 你要看一下有時候你風開得太大 然後有一些零星的那些火源 可能就會燒到旁邊的東西 所以神明搞不好真的幫你防止了一個火災 有可能 你的電線好 可能有換過 有換過 但是你說那種神明天燒起來 神明不是有在保備嗎 這個如果你要以我們在宗教的一個玄學來看的話 通常神明廳燒起來會有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神明廳燒掉 可是神尊還好好的沒有燒到他 這是一種 然後家裡面平安 對 那通常這種都是那個真的有正神在 有鎮住這個家 讓所有的就是傷害降到最低 可是我們很奇怪 這樣燒起來說神明沒燒到 對 然後我們也有看過神明整個都燒壞了 然後家裡面又造成死傷的 那大部分有時候這個是可能那尊神明裡面 沒有鎮的神在裡面 這個也有可能 我們也有處理過這樣的一個事情 有自您爸 您母親家有什麼事嗎 有 都在樓上 你有去看電視 現在是新的鎮的嗎 我們家是明天比較看 所以應該是還好 有一個人都看得到 小邦你怎麼有 有啊 其實你有去看嗎 有啊 最近才把他通通換新的 那剛才尤其講了一個重點 我們常常說香腸 我們常常說拜拜 說廣告大概在傾盤 過年 過年盡情才在傾盤 其實香腸還有個心臟 你如果擦青擦嵌 你看看 常常說發漏 就是我們香腸擦太親 你不要燒到旁邊的香腸 你看到沒有 有在裡面 現在香腸你還炒的時候 燒到的時候 燒到的時候 燒到去 去戳到 就是我們說 剛年也差了 發漏不是好事嗎 發漏好事也不好 但是我說句實在話 發漏也不好 但是我說句實在話 你可以避免 這個都是人為的 你如果擦太親 有人說白癢 我就擦下去 燒到下面的時候 你不知道 裡面開始發漏了 你現在又擦到 香腸倒去 就對你 對 就關你也差了 所以說我們常常在講說 剛才尤其講的很重點 就是那個長明燈的電線 現在LED是省電沒有錯 但是那個一定會硬化 你現在擦到是一百億的 一百億燒打電是會倒火的 不是說我LED五幅而已 不會燒 我跟你說 那個一百億最容易燒壞 如果真的你看電視 拜託 你看一下你們家的電線 如果覺得久了 燒燒而已 快要換掉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